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回来是第二下 叫做轻出重收 当然这只是用法 用法也很多很细节的地方 我们不一一讲解 例如当我们用崩拳进攻对方的时候 崩拳四箭 箭是螺旋的呀 箭是螺旋的 我们不要直着 直着对方肯定有力量比你大的 你就打不进去 崩拳我们整个身体 为什么我们要拧转 这样打拳 拧开了 这个剑就正指它了 这个时候发身体的力量 崩 整个人就能给它催出去 第二呢 崩拳是视如连珠 打拳 对方打拳 绷住 把它两个手都搅起来了 大家再看一遍哈 来走 一 走 脚开了 这是一个连珠崩拳 叫转环崩 我们郭云深老先生最喜欢是最喜欢是转环崩 转环钻 转环就是搭住 好 封住 这双大拳 直接给它挑起来了 整个身体就挑起来了 所以这是转环崩的一个动作 加微信 使用行义的拼音 获取行义权 公义教学 具体的崩拳呢 应用方法有很多种 第一遇到力量 砰 因为你要知道 你射物体 崩拳四箭 你射物体一定会被物体阻拦住 第一种叫过力而入 直接就打到脸上 当然我就不冲脸 脸镜也击打了 所以崩拳属木 如木之曲折蜿蜒 对方顶住之后 那么我们继续能够往前打 这是螺丝崩拳 那么另外呢 有云 悬法 悬法崩拳 打到对方的脸上 正好打一个斜角 还有调打崩拳 调打崩拳 一个崩拳直接从脸上就打出去 这是调打崩拳 还有压打崩拳 挡住夸 沉下来 要防着对方打那个手 划开 压打崩拳 蹦 这个角度打出去 所以它都是很系统的一些动作和方法 但一定大家要注意 半步崩拳为什么厉害 建立在两个东西的基础上 一是发力 发力特别猛 对方不得不挡 所以才会产生后续的一些转环崩等等一些动作 第二呢 是它的连续性一定要好 像组合拳一样 一拳不中立刻另一拳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个讲解 能够理解真正的行一拳 不仅仅是指你的招数 你打得再快没用 为什么行一拳看上去练得很笨拙 它空练的时候很笨拙 但是遇到力量就特别的灵巧 所以行一拳讲三米 西米 严米 手米 如果你一直练的时候就很灵巧 就特别快 那你真正和人动作的时候 真正和人实战的时候一定是很笨拙的 加微信 使用行一的拼音 获取行一拳公益教学